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本期的提案里面有几个重要的概念 我想提出来跟各位就教做参考 现在欧美国家 我现在引述的都是我们政府的官方的资料 不是我自己找的资料 欧美国家现在的休假天数都是集中在114天到116天 那换句话说我们在现实的实物当中 只要不超过116天的话 我们国家的总放假日的话 应该都在符合世界的平均水准之内 这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年的平均的放假时间 大概都在112到113 112到113 那最长的会是明年 明国100年是115天 115天 大概是比较长的 全年的放假日数是比较长的 所以如果按照115天 就是刚刚林次长所报告的内容的话 就周休二日 加上明年的放假的纪念日和节日为11天 那其实因为明年的元旦是刚好礼拜六 因为这一天不补假 所以实际上如果元旦如果万一不是礼拜六的话 是礼拜五的话 那可能明年的放假日是不是会达到116天 那就算是这样的话 我现在没有去精算过 就算是这样的话 也没有超过欧美的114到116天 这是第一个前提 第二个前提 本席的提案当中 有个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国定假日 如果碰到礼拜六 应该在礼拜五补假 碰到礼拜天 应该在礼拜一补假 我们以去年 民国98年为例 全年放假日变成110天 跟明年比 100年比 它少掉5天 为什么 因为它二二八纪念日在礼拜六 清明节在礼拜六 中秋节在礼拜六 国庆日在礼拜六 那我们现在讨论这个东西就是说 如果是一年当中 国定假日要放假的 我觉得是正常要给人民的一个权利 因为放假 你如果提前补假的话 第一个形成廉价 的概念的话 可以增加社会的消费经济 对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活络 是有帮助的 而且根据主计处公开所发表的概念 他也认为 如果形成廉价的概念 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消费 是有帮助的 第二个 尽管 补假了 好像影响到民间企业 可是我现在要提醒各位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按照我们现在每一年的 115天假期的话 如果刚好碰到礼拜六 等于反而被帮企业 节省了一天的工资 因为你就不补假了嘛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补假的话 并不是增加企业的负担 本席要再强调 如果补假的话 碰到礼拜六 礼拜五补假 并不是增加企业的负担 只是回到正常企业应该共同承受的 公司部门共同承受的 因为每一年 除了周休二十一拜 有十一天的国定假日 跟该放假的时间嘛 所以我们现在现行上变成就是说 政府等于变相的 因为你国定假日碰到周六 周六不补假结果 等于变相的帮企业 扫掉企业的负担 可是无形当中却剥夺了人民应该休假权利 这第一概念 第二个概念 这些国定假日 你本来就具有休假庆祝的意义 譬如说双十节你碰到礼拜六 结果你说礼拜六周休二日 所以我不补假 那这又剥夺了人民 庆祝双十节的特别的意义 而且因为他庆祝国定假日的时候 他可能有一些特别的活动要进行 那如果又跟周休二日重叠在一起的话 难免他的时间被剥削 被变相的集中 被变相的缩短 所以本席认为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碰到周六周五补假 碰到周日周一补假 这个不是本席发明的 是本席去参考美国 日本好几个亚洲先进国家 跟欧洲先进国家 他们都有这样的规定 尤其美国是列在联邦的法令当中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跟世界同步 跟全球同步 而且本席一直认为 就是说台湾现在因为整个社会经济 这几年比较低落 所以其实社会的快乐指数很低 痛苦指数很高 然后你让这种国定的假日 碰到礼拜六礼拜五补假 碰到礼拜天礼拜一补假 形成一个小连续假期的话 对人民的社会情绪是有帮助的 对孩子的学习成长是有帮助的 对整个家庭的整体上的度假安排 是有帮助的 对活络国内的休闲经济 社会经济是有帮助的 那何必在这个地方去占人民的便宜 而且我看看 我看到这个临市党的理由说是 未免避免公务人员跟劳工 全年总假日的差距 我觉得这些概念都不是主要的概念 我们今天国家怎么规定 法律怎么规定 我们应该赋予人民的权利义务 应该就怎么明定 况且这个是客观的时间的自由推移 而不是我们故意政策去把它规范出来 所以他如果国定假的这11天 像明年全部除了元旦是落在礼拜六以外 明年的228 明年的端午节 明年的中秋节 明年的儿童节 明年的双十国庆 都是在礼拜五到礼拜一到礼拜五之间 他当然就不用补假 可是他要休假 所以本期的意思 我再次的重申 碰到礼拜六提前到礼拜五补假 碰到礼拜天礼拜一补假 是不要去占人民的便宜 对民间的企业没有增加负担 本来那就是民间企业要负担的 11天的国定假日休假的时间 是计算在国家的总经济成本里面的 你反而不补假的结果 造成变相的让企业减少负担 而且民间企业也没有感谢你 可是对整个人民的权利 却会构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所以这是本席主要的提案 另外本席提案的是儿童节恢复放假 那这个已经获得行政部门的认可 我想这里我们共识也很高 另外本席想补充就是说 如果得便的话 我们今天也可以讨论到 三八妇女决要不要休假 本席也倾向要休假 我觉得这个是对一个妇女的尊重 而且是对一个男女平权 反而是特别来尊重男女平权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可以 另外特别说明的 所以我想今天就以这样的概念 跟大家来共同来讨论 所以本席累积了 这些时间的推移前后四年 98年去年是被吃掉假期最多的 吃掉了四个假期 然后呢明年一百年只吃掉一个元旦的 元一号是礼拜一号 可到了民国一百零一年呢 又有三个假期 又在周休二日 元旦 一月一号一百零一年是礼拜天 端午节是礼拜六 中秋节是礼拜天 所以换句话说 几乎每隔年一次 我们的每年十一天的国定假日 就会被周休二日重叠而掩盖掉 变成了一个你空有形式上的十一天 国定纪念日放假日的节庆 实际上却没有休假之时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形式化 非常不切实际的一个政府的一个观点 所以本席建立 就是说本席刚刚所讲的这些观点 加起来全部就是一百一十五天 没有超过现在欧洲最高平均水准的一百一十六天 所以基本上对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应该不会有所影响 况且民间企业他如果要工作日的话 他会自行做他弹性的调整 并不会因为你国家规定放假几天 就影响到他整个企业的正常运作 所以本席恳请大家支持